下面来看第二条 机房设备抗震和防律接地 这条从历年考试上来看 主要是选择体 0到1分或者是1到2分的样子 首先咱们来看通信设备的抗震 那么通信设备的抗震 怎么做到的 主要就是加固 通过加固将机房里的设备 墙体还有底座等等 使它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的话 如果是有地震灾害的来临 如果是机房倒了 那么我们的一个原则 就是机房的抗震的原则是什么 如果是机房倒了 里边的设备必须有可靠的连接 设备还能够正常的工作 咱来简单看看 第一个就是将 机房里的一些物件进行加固成网 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个就是机房设备顶部 与裂架的上梁做可靠的一个加固 底部与不可移动的地面 做加固 整裂机架应该连接成一块 然后裂架与机房的侧房柱 每档的加固一次 第三个就是承重的防柱 采用包柱子的这种方式 包柱子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词汇 第五个 裂间撑铁应该在2500毫米左右 靠墙的裂架应该与墙壁一块进行加固 第六个没什么要说的 第七个 铺设有活动地板的机房 也就是说这种机房 就是底下有静电地板的 这个静电地板它可以拿掉 拿掉之后 底下就可以露出它底座出来 底座出来 如果是铺设有活动地板 机架不能够直接加固在活动地板上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加固与机架截面相符 与地面高度一致的底座 这个大家要注意 把它画一个重点符号 就是如果 比如说 它出了这么一个题 它说如果机房里 采用的是这种防静电地板 那么应该怎么去施工 怎么去施工 首先第一个 是要将防静电的地板移除 防静电地板 移除 第二个 就是加工与机架截面相符 与地板高度一致的底座 也就是说 把这个机架放在什么样 放在这个底座上 第九个 墙的中端一侧 如果是玻璃窗户 没有办法加固的话 应该使用长槽钢 跨过窗户进行加固 比如说这个是一面墙 假设呢 在这面墙上呢 有一个窗户 如果是 如果是有窗户的话 那么这个窗户的下边 这半面墙 而窗户的下边这半面墙 这个肯定不是承重墙 啊 肯定不是承重墙 那么咱们机房里的这个槽钢 槽钢指的是什么 就指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嗯 加固的啊 加固的 那么这个东西 它只能放在承重墙上 你不能把它放在不承重的墙上 因为咱们这个机柜也好 是咱们的这个电池也好 还是咱们这个线缆也好 都比较重啊 如果你把它放在这种非承重墙上呢 就有可能把楼板压塌啊 那么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呢 一定要跨过这个窗户进行加固 你别别在这面墙上进行加固啊 你可以在这个窗户的边上 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承重墙啊 或者在这边是不是承重墙 如果是还不行 但是看看窗户外边有没有承重墙 但是绝对不能加固在这个墙上 那就加固在窗户的底下 这肯定是不行啊 窗户底下肯定不行 嗯 第十个加固的材料 一个呢是脚缸啊 还有一个呢是五号的槽缸和旅行材 嗯 第二个是通信设备的防雷措施 那么通信设备的防雷 首先咱们来看第一个 嗯 天线呢 必须安装避雷针 那么关于避雷针的要求有两点 第一个 避雷针必须高于天线最高点的金属部分 一米 比如这个 这个是避雷针 那么这个是天线 比如从这个角度 这个 要超过一米 啊 要超过一米 那么天线呢 应该安装在避雷针 45度避雷区 范围之内 比如这个 啊 45度的这个范围之内 第三个 嗯 天线 溃线 金属护套 啊 应该在顶端 即进入机房路口的外侧 做保护地 啊 做保护地 嗯 进出路站的这个电缆的金属护套 在路站的时候呢 做保护的接地 嗯 电缆内天线新线呢 在进站口的应该加装保安器 嗯 嗯 第五个 嗯 不说了 然后第六个 对于航空障碍灯 或者彩灯 比如说呢 有的这个铁塔 是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机场的旁边 或者在这个飞机啊 起降的主要的航路上 那么呢 就要安装这个航空障碍灯 就是晚上呢 要给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员啊 要告诉他 我这个地方呢 你建筑物 对吧 你在这个 如果是起降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注意啊 那么对于这种航空障碍灯的 或者彩灯的电源线 那么呢 这种电源线呢 呃 金属护套啊 或者是电源 穿入这个穿墙管内啊 金属管内进行布放 那么 那么护套的 或者金属管 应该每隔10米 就近的接地一次 啊 就近接地一次 并且呢 在进入机房的入口的时候啊 也要加装保安器 第二个是供电系统的壁垒啊 首先来看交流变压器的壁垒 呃 这个内容呢 呃 大家简单了解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内容 偏电力的内容多 咱们通信呢 呃 一般呢 嗯 不直接施工这个变压器啊 或者说呢 咱们通信的施工单位 做不了这个变压器的安装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这些 第一个呢 就是供电系统采用的是三项 五线制的壁垒方式啊 呃 如果是变压器安装在站外 也说安装在室外的时候 那么呢 在它的上方呢 架设壁垒线 比如说呢 对于这个边缘站 要进行边压器啊 进行保护 呃 电力边压器高低压 两侧呢 就应该安装一组壁垒器啊 这个壁垒器呢 应该尽量的靠近边压器 进行装设 第二个关于电力电缆的壁垒 当电力边压器 设在站内的时候啊 如果是这个边压器在站里边 那么高压的电力线 应该采用 地埋的方式 也说走地一下啊 不能采用架空的方式啊 嗯 第三个 严禁采用架空的交直流电力线 引出通信局啊 不能用架空的方式 那不能用架空用什么 用地埋呗 对吧 通信局站内的公平低压配电线 什么是公平低压配电线呢 比如说咱们这个机房里插座啊 照明等等啊 这些就是公平低压配电线 用什么方式呢 用金属暗管穿线的方式进行布放 就是类似于咱们家里装修的 咱们家里装修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用这个插座 还有这个顶灯 是不是都要用金属暗管 这种方式啊 第三个电力设备的壁垒 电力设备的壁垒 首先来看通信局站内交直流配电设备 和这个电源的这个 那么应该在交流屏输入端 自动稳压稳流的这个控制电路 应该设置防雷的这种措施 第二个没什么要说的 第三个直流配电屏的输出端 应该加装浪涌的吸收装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咱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这个直流电的输出 是不是负57到负40啊 它呢不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啊 并不是稳 并不是直接输出48 它呢是一个波动值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值波动的范围比较大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造成后边的这个设备 那个造成比较的影响 因为后边都是直流设备 对吧 直流设备呢 它对于这个电压的波动呢 它就非常敏感 这个浪涌吸收装置呢 就是用来消除这个它波动的这个波值的啊 就是它超过一定的波动值 那么呢 它在后边呢 就可以稳定的输出 而它只只输出这个波动值中间的这个部位啊 这个电压 第三个不说了 第四个接地系统的检查啊 这个呢 大家好好看一看啊 经常在这块主题 首先呢 是接地系统包括室内部分 比如咱们室内的接地牌 对吧 室内的走线架 室内的设备 室外部分 比如说室外的铁塔 对吧 建筑物的地下接地网啊 就是你在这个机房底下啊 做基础的时候 对吧 那么接地系统室外部分 包括了建筑物接地 天线铁塔接地 以及天黑线的接地 它的主要作用 这个作用是干嘛 迅速释放雷电引起的强电流啊 雷电引起的强电流 所以说呢 它要走直线 为什么呢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对吧 你不能说 这个电流非常大了 你还让它绕圈 这肯定是不行 对吧 室外的接地牌 为杜西的铜牌 杜西铜牌 这是它的材质 不允许在接地系统中 设置开关 融丝等可断开的装置 因为你如果设置了开关 或者融丝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在这个接地系统中 增加了一个故障点啊 因为这个开关和融丝 是不是很有可能会出现故障呀 那一旦它出现故障 那么它就起不到 这个接地的一个作用了 对吧 那么 埋设于建筑物地基周围 或者地下的这个接地网 是各种接地的一个源头 呃 它露出地面的这个部分 称为接地桩 啊 露出地面的部分 它称为接地桩 各种接地铜牌 要通过接地引入线 啊 连接到接地桩上 第五个 接地引入线的长度呢 不应该超过30米 它的材质为热度芯的扁钢 截面积呢 是40乘以4 也说呢 40毫米宽 4毫米呢 厚 长度呢 不超过30米 所以说呢 我们俗称的就是 它是一个扁钢条 啊 扁钢条 当采用铜芯电缆的时候 那么铜线的截面积 不小于90平方毫米 这个咱们前面说说过呀 啊 室外的这个接地点 应该采用刷漆 或者涂抹沥清的方式 进行防腐啊 因为如果是产生了腐蚀点的话 那么一旦这个有雷 那起不到这个接地 或者避雷的这么一个作用 咱们呢 通过这么一个图 给大家呢 简单说一下 啊 刚才说到这个接地 什么意思 对于咱们接战机房设备呢 主要包括两个大方面 一个呢 是铁塔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啊 有这个毒管塔啊 三管塔 脚钢塔 四管塔 对不对 那么还有呢 就是拉线塔 对不对 这铁塔 这个铁塔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主要是要把这个天线 把它架高 啊 架高的话 它覆盖的范围是不是就比较大呀 啊 这个铁塔的主要作用 就为了把天线架高的啊 那么除了铁塔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机房 啊 就是咱们这个 通信呢 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铁塔 一个是机房 那么 比如说咱们来看这个 这个部分呢 这个大坑 这个就是铁塔 这就是一个铁塔的基础 那有的有的地方呢 可能这个铁塔基础不这样 比如说在咱们国家沿海 比如在青岛啊 天津啊 宁波啊 上海啊 这些地方 在沿海边 或者在沙土地 这些地方呢 这个土壤的这个持重力不够啊 就是它这个土比较 比较软啊 比较软 那么在这些地方呢 嗯 可能用那种装机 就是呢 使劲往下打装 这个装呢 可能50米30米 对吧 然后呢 打上几个装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铁塔 把它再立起来 相当于呢 比如说铁塔在地面上 是50米 可能在地底下的 还有50米啊 就是装机 除了装机呢 还有呢 是阀机 阀机呢 就是对于这种土壤的持重力 比较好 我不太 不用使劲往下打装啊 我直接在下边呢 给它做一个比较大的底座 然后呢 用水泥把它胶住起来啊 就可以了 这个铁塔也不会倒啊 这种的就是阀机 那对于咱们这个呢 就是一个阀机啊 它呢 就是挖了一个大坑啊 挖了个大坑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坑里边去做啊 这个铁塔的这个基础 相当于呢 这个铁塔的底下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底座 这个底座呢 就是钢筋水泥的 然后这个铁塔呢 在中间这个位置 哎 立着 上面呢 复挂天线 哎 大气就这个样子 那么旁边呢 在这个铁塔的旁边 就是咱们的机房啊 铁塔的旁边就是咱们的机房 那么这个接地 有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呢 你铁塔和机房 要什么呀 要供地 这样的话呢 才不会在这两个物件之间 产生什么呀 产生这个电压差 啊 这样呢 因为你都是供地了 所以说你不会产生电压差啊 那么 这个机房里的接地怎么 这个机房和铁塔的接地怎么接呢 比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挖了这么一个坑之后 在这个坑的 这个角上 首先是四个角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中部 或者中间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 往往下 给它打接地机 接地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脚缸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脚缸 然后呢 这个脚缸有的 有的地方呢 可能两米 有的地方呢 可能是三米 这个呢 具体要根据设计单位的这个设计 去做要求 但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尽可能和这个大地 做接触 啊 那么呢 我的接地电阻就会比较小 啊 我尽量的要往这个地 深处 去打 啊 去打 那么在每一个角上呢 用这种脚缸 往下砸 啊 然后呢 每个地方只露一个头 露出这个头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露头的这个部分 把它用这个 扁钢条 什么是扁钢条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 咱们前面是不是说过呀 用镀芯的接力融线 接力融线的成分是镀芯的扁钢 它的截面积是40乘以4 40就是它的宽度 4呢 就是它的厚度 长度呢 不超过30米 不超过30米 这个就是 镀芯的扁钢条 也叫接地引入线 把这所有的这个接地集 把它连接起来 大家看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已经等电位了呀 对吧 这个接地集就已经等电位了 这是我的铁塔 旁边呢 是我的机房 这个地方呢 是我的机房 我从其中的一个接地集 或者是两个接地集 这个这个无所谓啊 其中一个接地集 我引一个 接地引入线 到什么呢 到这个机房的底下 啊 就用那种镀芯的扁钢条 啊 我引一个接地引入线 哎 到这个机房的底下 比如 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是机房 那引到这个机房里 引到个机房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面是不是还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 也没有铺这个瓷砖 对不对 然后我铺上瓷砖之后 底下的 这个镀芯的 这个这个扁钢条 我是不是看不见了呀 哎 我铺上瓷砖之后 在机房里呢 他只露出这么一个头来 啊 只露出这么一个头来 这个头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呀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接地装 那就是接地装 其实他的材质都是这个东西啊 都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机房里是不是有杜西的铜牌啊 啊 就室内的接地装也好 或者室外的接地装也好 就这种铜牌 这种杜西的铜牌 我用什么呢 用90平方毫米的这个多股铜心电纹 把它接到这个接地装上 这样的话 我接地铜牌 是不是就和这个接地装做了一个可快的连接呀 那么我室内的走线架也好 或者我室内的设备也好 全部都接到这个接地铜牌的这个螺丝这 啊 大家可以看到 接地铜牌一个螺丝这 啊 那么 这样的话 我室内的设备 是不是全部都已经供地了呀 这样的话 我整个 无论是铁塔也好 还是无论我机房里的设备也好 是不是都是供地了呀 哎 他这个 咱们通信的机房啊 这个接地 大体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能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接地这一块呢 重点就是要掌握他的这个材质 啊 比如说 室内的接地牌用的是杜西的铜牌 接地引入线是杜西的扁钢 节面积40乘以4 接地牌到接地装 用到的这个 同心线 不小于90平方毫米 对不对 这 这都是这种啊 就是这种 这是这 啊 就是这个呢 大家把它了解一下 啊 好 大家来看这个 第三条 就是通信设备的环境要求 这个通信设备的环境要求 这一节呢 一共有六条 啊 首先大家要知道 我们如果提出来这个机房里或者通信设备的这个环境要求 指的是哪六条 你得有印象 第一个就是温度 啊 机房里的温度啊 温度怎么样 啊 因为你温度不能过高 温度也不能过低 对不对 湿度 啊 你说你这个机房里非常潮湿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设备就会造成短路呀 对吧 防尘啊 因为机房里啊 都是一些比较这个高科技的啊 这个器件 对吧 嗯 抗干扰 还有呢 就是照明 最后一个呢 就是机房的核载 啊 机房的核载呢 就指了机房的承重啊 机房的承重 你先把这六个把它记住 其中呢 这个咱们一条条来看 前两条 这个温度和湿度这一块 这个地方没什么要说的 那么 别看书上的内容比较多啊 又是这个值又是那个值 其实对咱们来说没什么用啊 包括这个防尘这 也是这样 对咱们来说没什么用 因为他那个东西啊 全都是从规范里直接摘出来的 嗯 那个东西全是一个区间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啊 全是一个区间啊 从哪一个地方到哪个地方 就是咱们考试呢 一般不考这种区间值 一般不考这种区间值 这种值太难考 记不住也 对吧 所以说呢 他考虑也没意义 但是呢 这对于这个温度和湿度这块呢 大家有一个地方需要掌握 就是这个温度计和湿度计 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取值 啊 因为我我应该用哪个地方的值 作为温度和湿度的这个测试值 哪个地方呀 就是地板上方两米 啊 从地板上往上数两米 然后呢 设备前方0.4啊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去测 啊 在这个地方去测 防尘不说了 抗干扰 抗干扰呢 有几个特殊的数字 第一个呢 就是机房内 无线电干扰的强度 应该是小于126dB 啊 126dB 那么机房内磁场的干扰强度 应该小于800dB 明明 那么应该远离11万伏的超高压 变电站 电气化铁路等强干扰员 这个11万伏呢 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考110千伏啊 你知道他俩是一个概念一样 就是这个是咱们编书的老师的问题 就说在人家电力上呢 没有万伏这个单位 或者人家不去表示 这个电力上常说的就是10千伏 35千伏 对吧 110千伏 220千伏 上面就是500千伏 800千伏 对不对 他都是千伏的这个概念 啊 很少有这个万伏啊 那么超高压的变电站 啊 这个电气化铁路 远离工业 工业上呢 你在旁边写上电扎炉 啊 就是 就是炼钢的啊 电扎炉 科研 医疗 射频设备 比如说大型的CT 那CT设备 要离开这些 啊 那么这个其实就可以出一个多选题 就是说呢 这个机房 或者机房这个设备 那么应该远离哪些干扰源啊 你要知道啊 超高压的变电站 对吧 电气化铁路啊 并且呢 电扎炉 或者是呢 这个CT设备 远离这些 机房地面呢 用防静电的地板 或者是这个第七部呢 进行这个辐射啊 第五个是机房的照明 首先看第一条 机房呢 应该以电气照明为主 也就是说呢 以这种日光灯啊 或者是这种灯管啊 LED灯等等 以电气照明为主 应该避免阳光直接摄入到机房内 或者设备的表面上啊 这个呢 为什么 如果是阳光直接摄入进去的话呢 有可能会造成 这个机房里的线缆的加快的老化 啊 加快的老化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它有可能会造成机房内温度的这个升高 啊 温度升高 这个呢 对于机房来说 都是 都是这个不好的 至于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 啊 这个地方可以出一个石操体 这个石操体怎么出呢 就是说 啊 嗯 这个设计单位 这个或者施工单位呢 去某一个机房内进行施工的时候 对吧 要进行这个机房内施工 他发现呢 发现个什么事呢 发现这个机房内存在一面窗户 那么问题就是 施工单位应该怎么去处理 机房内应该以什么照明为主 那你是不是机房内应该以电气照明为主啊 对吧 那么怎么去处理一个窗户呢 你在旁边写上 应用 应该 啊 用什么呀 啊 用这个木板 或者是 石膏板 将 将什么呀 将窗户 完全 封堵 啊 你要把窗户把它封起来 你不能留住这个窗户 对吧 因为留着窗户是不是太阳光就有可能会射进来啊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 因为以电气照明为主 避免阳光直接射入到机房内 或者设备在表面上 啊 第二个机房的照明分类 分类正常照明 保证照明 还有事故照明 这三种 这个就是多线体 那么除此之外 你还要了解 每一种照明 它的 电源啊 它用 它的取电方式是什么样的 谁给它供电 正常照明的话呢 就是试电 保证照明的话呢 就是机房里边的备用电源 事故照明的话呢 就是用虚电池 这个你知道啊 也像后边这三种呢 就是单选体 啊 就是单选体 就是问啊 每一种照明方式 它的电源是什么 那么 下面第三个是关于各类机房的一个照度的要求 这个呢 大家只记第一种啊 只记第一种 就是一二类机房 还有这个IDC机房 重点是个IDC机房 它的这个照度要达到500 这个呢 是一个特殊的数字啊 特殊数字 后边来几个呢 你都不需要记了啊 就关记第一个就行了啊 那么水平照度是指的是距离地面0.75米处的这么一个测试 要在哪个地方测啊 第六个是关于机房的核载的要求 嗯 就咱们现在通信的这个机房呢 大部分都是租赁的啊 比如说在人家这个楼里边啊 或者在人家这个楼顶上呀 对不对啊 大部分都是租赁的 咱们机房里呢 比如说有电池 对吧 有这个机房的设备 它比较重啊 如果是你一不小心把这个楼板给人压塌的话呢 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啊 可能会赔偿非常多 那么设备安装机房啊 地面的这个核载要大于6000牛每平米 那么总配件价低价的800线以下的 那么不低于8000牛 那么1000线以上的不低于10000牛 这个一方实际就可以出题 假设这现在有个总配件价多少线呢 600线 那么问机房的核载应该多少 是不是不低不低于8000牛呀 不低于8000 如果现在有个1200线的呢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1000线以上呀 那么是不是都不低于10000牛呀 所以说这个大家注意 这机房的核载